歡迎回來第28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訂閱的時候按下小鈴鐺 另外就給多點留言和按讚我們 也希望可以追蹤我們在Facebook的專頁 和我自己本人的專頁 因為我有很多事後的補充 事後的資料 和一些可能犯了錯誤的更正 都會在Facebook那裡刊登出來 就和大家再作比較自由的交流 回到第28集 今次我們就想講一套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都比較特別的 叫做《龍虎舞獅》 第一他很不幸地因為排期 因為片商可能對他都沒什麼信心 所以他一直供應的長次都是比較少的 那個注意力也都沒有那麼大 這套紀錄片 還有這套紀錄片 雖然它的內容全部都是講香港 或者正確點說是講香港電影 因為它是講香港電影裡面的 所謂的龍虎舞師 或者是特技演員 特技演員我們叫《Stuntman》 但是就是由一個內地的導演拍攝 所以電影裡面很多受訪者 如果他們可以是有 可以講到普通話的 他們很多都講普通話的 當然有不少的受訪者是用廣東話來講的 Anyway 嚴格來說也是一部相當難得的電影 我也覺得值得一看的 以及需要看的 正如片名也講得很清楚 它主要是紀錄我們香港電影 特別是由七十年代中期到開始 一路去到差不多 都可以說是去到二千年 即是這二三十年之間 香港電影最引以為傲的一個類型 就是動作電影 主要是它講的是功夫片 或者是拳腳片 或者是時裝裡面的動作片 就是這個這麼大的類型 一些所謂暗生hero 即是一些無名英雄 就是說電影裡面出現的 所有的粒粒粒粒的很刺激很危險 亦都是幾匪夷所思的一些動作場面 中間是牽涉到很多這些動作演員 或者是動作特技演員 這些stuntman是需要他們去表演的 而他們很多都是我們會叫不出名字 我們甚至連一些他的面孔是怎樣 我們都看不到 很模糊 甚至連credit 我們都不知道是誰打誰 因為那時候很多港產片 甚至很多credit 他都沒有說誰會飾演誰 有時候是一群人 我們根本分不出 也都很模糊 他們可能是group 在under一個很出名的動作演員的班 底下 譬如成家班 洪家班 袁家班 這樣 今次這個電影 就找了很多很多這些幕後英雄 就找他們接受訪問 他主要分兩個大group 一個group當然就是 很出名的動作電影 很出名的導演 很出名的武術指導 又或者由武術指導轉做導演 演員 亦都可能是他們從這個武士出身 然後慢慢去做藍一的演員 另一個group 就真是一些所謂的特技演員 或者是武術 即是龍父武士 他們做很多就是替身 做很多散仔的事情 亦都是做副武術指導 那怎麼說呢 或者先從這個導演講起 這個導演就叫魏君子 魏就是姓魏的魏 不是虛魏的魏 當然我想他改這個名字 都有少少玩一些字眼的容易 他本身是1978年出生的 今年應該是43歲 很年輕 他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在內地一個很出名的影評人 由2021年開始 已經是寫影評的 他一開始其實 差不多絕大部分他的文字 都是有關香港電影 他是一個香港電影迷 可以說 先後就是一些 都在內地來說 幾重要的電影雜誌 例如看電影 因為有一段時間 其實看電影 在香港都有出版的 青年時報 新娛樂這些雜誌 都有他的專欄 在各大網絡都有他的影評 如果以影響力 或者知名度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線的影評人 他都有好幾部的著作 全部都是和香港電影有關 我讀一讀書名 例如有一個香港製造 江湖愛市港片殘卷 有一本是香港電影演義 有一本是武俠大宗司張哲 還有有一本是華語電影 勢力竭備領袖訪談錄 除了最後那部 那個範圍比較大 涉及整個華語電影圈之外 其他主力都是香港電影 你都可以說他在國內 就是一個所謂的香港電影的專家 另外他近這十年來 都開始進行電影的創作 他是2009年 一部武俠片叫追影的領銜編劇 就是Head Writer 然後他也做了很多電影行銷的工作 我理解和發行的工作 他拍這部電影 我都相信他是有誠意的 都是相信他對香港電影的一個很強烈的喜好 而產生的一個這樣的作品 看資料他花了大概兩年到三年的時間 就訪問了超過一百個影人 我剛才所說的包括 包括無論是知名的導演 武術指導 由武術指導 或者武師成為演員 和一些基本上真是一些 stuntman的人 你可以說 有百多人 戲裏面就剪不完百多人 但我沒有正式統計過 但都起碼有四五十個人 資料上高來說 或者一個這樣的範圍來說 是豐富的 我覺得 但是 而且很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 topic 是很值得 真是一個紀錄片 甚至是一本書 未必是一本 甚至是幾本書 是資真正去研究去探討的 當然我們不能夠說 將這樣的願望 是加諸在這個電影身上的 但是我也覺得 即使是 我們不會說 對這個電影 設一個這麼高的門檻 或者期望 現在出來的效果 我都覺得是 有一點失望 失望的原因就是 最主要 其實他 整個剪輯 訪問所有人的內容 無論是訪問的方向 或者重點 甚至到後來的剪輯 其實只不過是 將這些訪問 真的輯錄在一起 當然他都有整理 都不是很集聯 但是那個 輯錄的方向 或者現在我們看到 主要他都是找回很多 這些武師 講回自己 當時參演過什麼戲 甚至是 他都有提及當時 整個電影圈的環境 是怎樣 他們身為武師 所受到的待遇 工作的心態 或者事態 整個氛圍 是怎樣 他有提及的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找回他們 有參與過的電影 和一些很危險 和坦白說 一些匪夷所思的 一些動作的設計 看回之後 這個原來是我來的 這個就是我來的 那時候拍這場戲 為什麼呢 危險性在哪裡 或者難度在哪裡 那個 瘋的地方在哪裡 那個拼命 甚至出來的後果 有個傷亡 那個嚴重性在哪裡 當時他們 那個心情是怎樣 這些都是 訪問的主要的內容 但是 實際上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戲 就沒有了 那 我覺得這方面 是不夠的 為什麼我覺得 會不夠呢 或者 為什麼我會覺得 應該需要旁及什麼內容 我最主要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動作 這件事是在香港的 所謂的黃金年代 就是由七十年代到千禧年 前後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類型 而 又是這一幫人 在幕後做了這麼大的貢獻 而他們的方式 也是全世界這麼特別 而且全世界的電影 是沒有一種類似他們的表演方式 或者是表達的方法 那 他一定有產生 他這件事的背景 或者他這件事 尤其是香港 在香港 在這二三十年之間 我們 大家都知道 就是電影 或者是娛樂 其實普遍 而娛樂裡面 以電影為主 就是為什麼 電影 和這一類的電影 是可以產生 可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它和這個社會 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我覺得 其實是需要探討的一件事 因為這兩件事 其實是黏在一起的 是互相影響的 是不可以分割的 而 這個電影 坦白說 在這方面 幾乎是交了百卷 那電影在過場 訪問與訪問之間 其實它是輯錄了 一些當時80年代的 城市的片段 譬如一些夜景 一些偽紅光館的車景 又或者是一些城市的風光 但是它的訪問 無論被訪者是有沒有這個意識 或者有沒有這個能力 可以回答到這個問題 都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件事 它好像變成一個很孤立的一件事 突然之間它就出現 突然之間它就死了 我們不知為什麼它會產生出來 又不知為什麼它會趨向滅亡 好像這個就是一個很自然的規律 所以我覺得 我看完這個就有很大的不滿足 或者更加詳細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不滿足是來自哪裡 或者我下一節會再詳細說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